HELLO 又回到尖仔跟進馬的時間 雖然今天是排位日 但是星期四的時間當然要看看 昨晚谷草的賽事有什麼馬值都要更進 因為近期我們跟進馬的成績都算不錯 好似合夥伴世榮 上星期的賽日 日賽文明之星 轉過的泥地都交到差 另外波仔的芙蓉莊 亦都之前跟大家說 直路塞了波仔 沒什麼用力 所以衝衝再出 都贏了16倍的頭馬 而昨天我 賀龍世榮的跟進馬都算不錯 很多都能進到三格 差一點可以贏 例如波仔的跟進馬的開心日子 頭場在沿途發揮或直路的推棋 我覺得雷神都可以再積極一點 不知道要不再加分上四班 如果繼續在五班 相信有機會保重 而昨晚谷草賽事的場地 在直路裡都有一個很差的路段 所以一些沿途走三碟的馬都不太差 好像短途閃煉精靈 可以走三碟 天火同仁 又或者無限商機 沿途走二三碟回來包饒 去到下半場的時間 雖然短途有些內檔馬 但去到中距離的時間 整晚中距離 都有些走三碟起動 蓋外面的馬比較好 這個時間立刻和大家去看看 昨晚賽事有什麼跟進馬 免費下載 堅仔落你的手機 平板電腦之後 打開左上有三碟 找回總母錄 這裡就見到 昔日賽果及派菜 剛才提及到 場地裡面 吃路走裡面的馬不太好 也提及過天火同仁 是贏馬的時間 所以我選回第五場 以後明月新輝 這隻三碟馬 雖然昨天熱門身份 比較贏不到 但這隻三碟馬連續兩場 跟天火同仁都一樣 表現都很穩定 這個時間再看看 昨天賽事沿途走的片段 這場就是 明月新輝 排著一檔 橙紅色衣服 挺容易認 田堂昨天半上班 偶爾出現 但還未贏到馬 其實起步都很快 一直咬著一個 不錯的位置 二號仔貼籃 這一匹馬 而再看看這場 第五場的斷速 昨天的場地 不算太快 尤其是壓地之前 不算太快 很快 比對這場的時間 或者 頭二馬的沿途走位 都好像前戰馬 比較吃虧 頭兩段 做一個34秒07 在一個不算太快的情況下 地 還在壓地之前 是一個快步驟 到直路 你看到裡面的 明月新輝 田坦都很積極地騎 但路段真的不太好 還在壓地之前 跑了幾場 中距離 真的比較爛 所以你看到 好像舉步為奸 但外面的 共創商機 無限商機 又或者 天火同仁 越騎越有 所以 這隻明月新輝 虧了少少不利的場地 頭髮感激動 假設下次 天火同仁 加了分 可能 綁有少許差距 還有 擺到這麼漂亮的馬筆 菊草 不是經常不利的場地 總會 撐回一次的話 有機會贏馬 三歲仔 希望馬房 不要心急 但是 季尾前 有機會爭取到頭馬 所以 這個時間 就要馬上下筆記 按回 去賽國這一板 明月新輝 旁邊 有個 爭中 按了之後 先在 暴觸 這個走位 算是一個快 暴觸的受害者 而另外 昨天 在直路的時間 走過不利的內難 所以這隻的明月新輝 都要 寄存著 下筆記之後 記得 出賽提醒 打開 下次這匹馬 馬名紅色了 就知道 是一個重要的筆記 儲存它 昨天 有百萬挑戰賽 有一場馬 都叫做 幾 觸目 即是 話題性 就是平常心 拿到第三 結果順利 是拿到今屆的百萬挑戰賽冠軍 而這場馬 都有少少一個插曲 就是 阿波 最後被人罰了2000元 他又不是騎平常心 關什麼事呢 原先 他騎明進之聲 誰知道 在沙圈的時候 他爬上去的大金褲 誰知道 坐上去之後 好像不對勁 就落馬 上去明進之聲 身上 坐右 少了我罰了他2000元 場面 挺古怪的 有些朋友 寄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他坐上去 都好像 猛然不知 都要有人提起他落馬 而另一隻跟進馬 都關於阿波見市 就是 尾場的飛天劍 這場馬 要提一提 因為昨天 有幾場馬 那個分區 都叫拉闊組 尤其是尾場 60-85分為首 就是那個賽事 所以 1-6號的賽區 都是80分 或以上的馬匹 來的 所以 昨天要計算 某幾場 那些 中輕榜的馬 是不是一定要跟頂榜 超分區的馬 會硬拼呢 如果真的 鬥一場 又或者輸一場 可能形成一個假賽職 我們先看看 這場 飛天劍 的賽事 走位 給大家看 直鏡 飛天劍 排著10檔起步 昨天 他65分 其實 相距地 跟勞動創造 86分 都有一段 距離 都有一段 而這個 飛天劍 一起步 留了比較 中後位置 大約 尾3 有少許鬥口 12號 在尾2位置 昨天 第9場 的時間 前面 偏慢 逐漸加快 末段 拉一個超快的 末段 跑到尾場 所以 後上馬 極難追趕 現在 飛天劍 在尾2 但是 沙皇者 入Q 32分 也超了 這個分 可能 班數有少許差距 而另外 你可以看看 沙皇者 彭國蓮 已經在對面 直路 慢慢慢慢 逐步 咬上主馬群 但是 這隻飛天劍 沒有這樣做 所以 在步速上 沙皇者 不算太過虧 因為已經中段 追上馬群 你看到 波及士 在尾上 移出 移入 移出 移出 對上比較虧 究竟馬群 是否覺得 這場有些 80分以上 未必攻堅 好了 直路 時間 還在內蕩 跑到尾場 扔多幾場 更加難追 好了 前面有扣女 精神壓賣力 他又要再移出 全程都跳出 彈入彈入又跳出 所以 飛天劍 回到尾後 沒有走勢 他交回一個 快的 沒斷的時間 所以 飛天劍 昨天也有少少 夢遊 馬場 沒有出過竅 全程都是 劍 收拾了 看回分段時間 飛天劍 沒斷的時間 也就回22秒9 相對左右隔離 轉數高 狂舞派 甚至精算齊同 都是這個路程 是一個專家 他也是一個 交出不錯的時間 假設 現在65分 我猜今場都會減2分 未定 有個輕磅 田草 他都可以升任 未知馬防壓 如果真的要減4班才動手 要有條長路 意思是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 如果他在3班 狠攻堅的話 成為冷門 大家都不能完全忽視這匹馬 所以 這隻飛天劍 又下個筆記 首先 騎士方面 昨天我覺得他可能是 在做夢 大家都可以上錯馬 另外騎士未盡全力發揮 另外走位也有些差略 先拿去一格 補速方面 前正常後快 這個快補速 未必是適合後上馬追 所以他也算是快補速的受害者 記得 又要出賽提醒 儲存回他了 講過兩匹跟進馬之後 接下來星期日又有賽事 今次 波仔有三隻跟進馬 較為有機會 應該就是銀池 因為 上次大家都看到他直路 怎樣 片出片入 今次馬上換人 賽前 莫雷拉和他試火集 都很好走勢 相信 莫雷拉 會再次得到 榮 紫健先生的青崖 因為很多馬 榮 雷神 都沒有跑 但這隻馬 他再騎回 之前 都試過閘 看看有沒有機會 保重 另外 有一場三百一千米 上星期 波仔跟進的精彩 有理 但 61分 放王浩南 跑過一千米 馬房的心意 都很明顯 可能想落回 這個四分 都未定 所以今場 我暫時稍稍調低 好了 兩場跟進馬 或者前瞻 都和大家聊過之後 如果 熟悉我們堅仔 當然知道 大首星跌落飛 究竟是什麼 如果第一次 參與我們影片的時間 未知道大首星跌 臨場落飛 回飛馬 這個功能是怎樣用呢 不妨在片尾的時間 和大家做一個溫習 看看同事之前拍過的影片 究竟怎樣利用大首星跌 是可以從中獲利的 還有 未來星期五的時間 波仔和世榮繼續有 堅仔創馬班 和堅仔創馬論壇 大家有興趣 不妨登入 我們堅仔創馬APP的YouTube頻道 到時收看 未訂閱 有下角有個紅色訂閱鍵 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相片即時通知大家 好了 今集堅仔跟進馬 和大家談到這裏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星期十分八分鐘 看看堅仔的大首星跌 你就馬上知道 哪一隻馬 從頭到尾都被人落飛 這樣就可以搭大戶順風車 順風順水 贏大錢 落飛馬有多準 不用我說 你們一定知道 但你平時在集前有這麼多隻落飛馬 哪隻才是真的 你就一定不知道 現在你只要用大首星跌 看完由開飛到開跑期間 所有的大戶飛 哪隻集前落飛馬真正搏殺 包你即時知道 預期自己繼續跑餐死 跟手見到隻馬又沒有飛 最後又不去馬 倒不如就跟大戶的真金白銀飛 買回駁殺馬 包你贏面也高幾倍 這些功能 放假都收你幾百元一日 還沒有堅仔這麼快 那麼專業 我們現在只要跟堅仔月費 每月168元 全部給你們看 平均每個賽日才是20元 20元 你看看這位用戶 他就是用了我們大首星跌功能 隨便隨便跟了一場大戶飛 幾個月月費馬上就找回 20元 你就當是買來看看自己刨了那隻 臨場有沒有落飛 沒有的你就不要買 幫你省省省省也不止 對不對 要好好利用這個大首星跌功能 好的工具當然是不少 所以這個這麼便宜的月費 現在你只要簽約變年費 我們就即時送你一部10吋高清平板 給你拿走 即是全年任用堅仔加上平板 每月才收你168元 真是抵得爛的 平板當然是用來看堅仔 手機就開著馬會APP 一見到落飛 即時就可以投注 這樣才夠快可以雜錢 捉得中大戶冷飛 未來一年你想繼續自己刨餐死 送錢給馬會洗 還是搭大戶的順風車齊齊贏錢 你不會不會選擇吧 是不是很想立即就訂閱我們堅仔 快點打來5536-1016 和同事聯絡吧 Whatsapp 也可以 央乓 9-1016 3-8-8-5-22 12 2-5-22 4-12 2